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你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萧乔云 带你关心国内政治话题 蓝白河议题在一起 有消息指出 国民党立委蒋旺安 将在春节过后正式宣布参选台北市长 今天上午前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 受访的时候倡议北市选举蓝白河 避免现任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跟蒋旺安互打瓜分选票 国民党为了要重返北市执政 再抛蓝白河议题 只是当初前国民党主席江启成 只是邀请台北市长柯文哲同台 都引发党内的反弹 这次再抄蓝白河城镇的几率有多少 而民众党愿意跟国民党合作的 可能条件有哪些呢 先看记者黄欣雅的采访报道 前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 接受专访时 被问到对于台北市长选举的看法 他认为国民党应该与民众党合作 共同推派候选人 而这番言论就被外界视为 是在帮目前民调最高的蒋万安铺路 对于好龙斌抛出蓝白河构想 希望借由两党合作一同拉下民进党 台北市议员王世坚相当不以为然 国民党你是百年大党耶 你竟然沦落到 要跟一个成立不到三年 多数民众唾弃的民众党 去谈合作 我最直接讲 国民党你们不怕死就去吧 日前传出为了说服 友谊参选的台北市副市长 黄珊珊弃选 国民党将以新竹市部推市长候选人 来作为条件交换 对此政坛分析 这样的条件恐怕难使民众党点头答应 我觉得这一块就是说 国民党或是说 郝龙斌相对比较天真的地方 就是说政党跟政党之间的合作 并没有那么的简单 比如说以前国民党跟亲民党 在合作的时候 他们是坐下来好好去谈 哪个地方的席制我要给你 但哪个地方席制你要礼让给我 就说这东西是很细腻的 新竹市跟台北市 第一个本来就不对的 就说他在政治的影响力上 一个直辖是第三个普通县市 都是无庸置疑的 所以说拿新竹市去换台北市 本身就是一个很怪的东西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绝对不够嘛 今日出席活动时 柯文哲被问到对于蓝白河的看法 他也做出回应 这什么什么河什么河你知道 常常太过于全魔 所以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所以是这样来 你在讲蓝白河 我是很诚恳的建议蓝绿河 而且他们有实际的合作经验 应该会合作得很好 市长这样你们白会被夹杀掉 蓝绿河 我们会一个单独打败的蓝绿河 对于蓝营高喊两党合作 柯文哲则是给了软钉子 而从江启成担任主席时 就开始试水温的蓝白河议题 未来真的有可能在朱立伦时代 合作成功吗 柯文哲讲的话能信吗 这七八年来讲了多少的谎言 那以柯文哲自私的个性 那他当然是为了他科匹党 他什么都可以牺牲 你们一脚不提名黄珊珊 当成他跟国民党合作的伴手礼 以现在政党支持度来说 民众党是紧追在国民党之后的 政治人物的这个满意度的话 现在柯文哲是排第三名 朱立伦是排最后一名 在柯文哲的立场 我为什么要去跟一个 满意度最后一名的人来谈合作呢 那蓝白河目前来说 除了这个2022年 光是这个县市议员 然后直辖市长乔布龙之外 还会有个最大的矛盾 也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人 都想要选总统 那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是说 你蓝白永远不可能是 合作无间的这种合作法 所以说我并不太看好蓝白河这件事情 年底就是九合一大选 届时台北市长选战 会是双场鼎立 或是撒卡都局面 各界都在密切观察 记者黄信雅采访报道 关于蓝白河的议题 台北市长柯文哲目前看来 是要打脸这项提议了 并且有信心可以打败蓝绿 而根据电视媒体公布的 民调也显示 民众党的支持度紧追在国民党之后 且蓝营支持者对于柯文哲的满意度上升 对侯友宜的满意度确实下降 显示民众党正在瓜分 国民党支持者的选票 而国民党内部对于蓝白河的看法 可能也不太乐观 林郑浩就指出 国民党内部对于民众党非常不信任 觉得这样的合作 只会侵蚀国民党在议会跟立院的席次 所以他觉得 国民党主席朱丽瑞要在党内 成功推动蓝白合作的可能性 实在是不高 若对这一题有什么看法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31360我们下次再会 等一下 先别急着关掉 记得帮我们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新闻议题